昨天晚上,2011国际旅游小姐的冠军总决赛在西安区江的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,来自世界各地的92名家里是进展风情,向世界绽放她们的美丽和优雅。 作为世界三大选美赛事之一的2011年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,吸引了来自大洋洲、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美洲、五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派的最高级别选手进入决赛。 首轮的民族服装展示,让现场的观众来了一个环球旅行。 美女人看多了也会有视觉疲劳,所以主办方也请帅哥们来为大赛助兴。 黑杂乐队的西安美食,让世界各国的嘉宾们体验到了陕西方言和美食的美丽。 水晶球达人胡启智如梦似幻,昨晚她的亮相可以说是春晚的预演。 而实力唱将孙楠压州出场,传奇My Summer Rain两首歌曲更是让人意犹未尽。 昨天晚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恐怕就是嘉丽们的泳装秀了。 在五彩缤纷纷的海底世界,热力四射的夏威夷海滨,还有大气恢弘的中国风中,嘉丽们火辣性感的表现把整个晚会推向高潮。 美丽是部分国家的,这样才是真正的美丽。 这位泰国嘉丽出人意料的中文回答,为她赢得了不少人气。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,泰国嘉丽,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嘉丽,白俄罗斯嘉丽,分货冠亚寄军。 祖籍陕西蓝田的中国女孩王鹿,荣获第四名。 冰西门记者报告